首尔亚太听障运动会落幕了 听障中华队拿到11面金牌 和预期的25面金牌有不少差距 领队赵玉平解释是 因为有几个重点夺金项目 参赛国不足取消了 另外还有中华队的伤兵问题 还有呢是主办的 但单位对于交通的安排问题不断 也让参赛各国颇有为辞 首尔亚太听障运动会落幕 中华队拿到11金21赢22同 大会排名第四的成绩 这和预期喊出的25面金牌有段差距 可以成立比赛标准是4国4队4人以上就可以了 算一算有很多项目没有达到标准 不能设立比赛项目 像是越野定向空手道就取消了 跆拳道也有几个级别被取消 这些都是台湾的夺金强项 如果都有保留 我们差不多可以拿到6到8面金牌 另外还有就是伤兵问题 原本看好田径100200夺金的王世伟赛前肺炎祝愿没有出国比赛 以及足球男子单打双打金牌也应该是囊中物的 但因为小球王子温之血膝伤也落空了 除了选手临场表现影响夺金之外 主办单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官网还一度发生中华队在第三天 总金牌数只有6面却公布7面金牌的乌龙事件 不过这还是小事 让选手困扰不已的是交通安排太乱了 每天巴士的时间都不一样 又没有提早公告以止拖延 变成我们中华台北队 为了配合比赛时间 每天都自掏腰包叫计程车 虽然这一次金牌不如预期 但21面银牌和22桶的成绩 却让赵玉萍看到听障体育的未来 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有拿牌 只有两个项目没有得牌 一个是柔道 另外一个是棒球 几乎都有得牌 我们看到整体表现的进步 这种情况很好 以后我们基础练习再加强训练 不足的就改进 希望明年保佳丽亚听障奥运 听障中华队能够更上层楼 记者牛逊王新忠台北报道 饲养宠物 越来越多人有任养代替购买的观念 不过有民众控诉 他们前往台北市的动物之家要领养小狗 工作人员却是告诉他们公告还没有满12天 不能任养 动保团体认为这样子的规定很不合理 因为如果没有人及时任养 这些狗狗就可能被安乐死 而台北市动保处则说明 这个规定是考虑到12天之内可能会有主人来寻找宠物 才不敢轻易开放任养 未来会调整现行的做法 民众前往台北市动物之家 想要任养狗狗 却被工作人员已必须在公告12天后 才能任养的理由拒绝 甚至坦言这是台北市自己的规定 民众无法接受拍下影片 更不解公告后12天没有人任养 狗狗可能就要被安乐死 为什么不让他们任养呢 动保团体也痛批 正在剥夺狗狗的生路 动保团为什么要规定12天不能安乐死 就是要给狗有一个12天的保障机会 让人有任养的机会 它是一个最后的生机 你把他这个生机都把它剥削掉 台北市动保处解释 因为发生过民种犬 被业者任养后抓去繁殖 所以要等到结杂后才开放任养 至于一般混种犬 则担心有四组会回来找狗 现在则会调整做法 那我们也会请他停写规环期节书 如果这个12天当中 有四组主张他的权利的话 当然这个任养人 就要无条件规环这个四组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配套机制 动保人士黄泰山 一路揭发动物收容所问题 前阵子新北市收容所 爆发狗狗集体感染疾病死亡 现在连首善之都台北市 任养规定也引发争议 黄泰山认为 各县市收容所管理都不够公开透明 而这些扶上台面的问题 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银建署公布第一季住宅需求动向调查 台北市的每瓶单价又比上一季小幅上升 民众可能被迫改买比较小的房子 所以总价是下滑了 在台北市买房子 痛苦指数仍然高 银建署上午公布今年第一季住宅需求动向调查 购物负担方面 台北市民众要不吃不喝12.2年才买得起房子 虽然比上一季减少2.4年 但是贷款负担45% 仍是全台最重的区域 新北市则是其次 不吃不喝9.2年和上一季持贫 至于新购物住宅市场 交易量持续萎缩 今年第一季登进货数比上一季减少17% 比去年同季减少40% 减少幅度以台北市和新北市最多 另外就价格部分 台北市平均购物总价1852万元 比上一季下跌16% 平均一平51万元 目前房市出现量缩价跌的情况 台北市的总价下滑 那背后单价没有下滑 那隐含着台北市的购物者 他只能买一些小的平数的房子 买不起大平数的 张金恶表示 现在国际经济和欧债隐忧股市不好 观察未来房市二三季表现不佳 价格又往下滑的压力 估计下滑幅度约一成 记者陈小青 陈保罗 台北报道 很多身心障碍朋友和老人家 都必须做轮椅 虽然行动不便 他们还是希望能尽量出门走走 扩展生活经验 但是如果没有无障碍设施 哪儿也去不了 有民间团体要求文化部成立无障碍委员会 让国内的古迹和历史建筑也能够做到无障碍 大阪城天守阁虽然是一栋古老建筑 但是有了这部外挂电梯 轮椅一样可以进去 还有日本京都的著名古迹 室内室外都架设斜迫到 不破坏主体建筑也达到无障碍环境 还有苏格兰的爱丁堡 不但有富康巴士接送 对轮椅族也很友善 这些世界级的遗产都能改造成无障碍环境 神心障碍者不禁要问 为什么台湾不行 主管业务的同仁 其实因为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 所谓历史建物怎么做无障碍 所以很容易就会提出一句叫做 这个是古迹难以去处理 回到台湾以台北故事馆为例 门口的楼梯就是一大障碍 还有淡水的护尾炮台 炮台边的石子路看似平地 但轮椅却寸步难行 民进党立委成杰如 和身心障碍团体 一同举行公听会 检讨古迹历史建物的无障碍环境 要求文化部也能成立无障碍委员会 掌管的主管单位 希望你们能够怎么样成立一个 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委员会 这很重要 我们全国目前有1764处的古迹例件里面 我们现在统计设置这个无障碍设施的 大概有625处 目前还没有处理 那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去处理 面对国内领有身心障碍手册 人口已经达110万 老年人口也超过10% 身心障碍团体系称 没有无障碍的博物馆 才真的要进博物馆 文化部则回应 无障碍是全世界的趋势 每个人老了都用得到 因此也承诺将搜集国外做法进行改善 记者陈子张国良台北报道 所以他也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